周末这两天各地天气晴朗 但日夜温差比较大 达到了10度左右 气象鼠表示下周一开始 受到了封面还有东北气风影响 北部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将会转为游雨天气 尤其在下周二 北部还有东北部降温是更有感 相较于周末有6到7度以上的降幅 虽然说下周三还有周四 东北气风减弱了 但是到了下周五 又有另外一波东北气风增强 到时候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降雨 会更加明显 把握周末好天气 西半部高温上看32度 近河谷或山区的平地 甚至有机会飙到34度 不过要留意日夜温差 有将近10度左右 而到了下周一又要变天了 一个礼拜有两波东北气风增强 在6号与7号这两天 北部东北部地区天气会转凉 那尤其是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也会转为有短暂雨的天气形态 特别是东北部地区 可能下雨的时间稍微比较长一点点 挥别中午两天 秋老虎的天气形态 下周一二要迎来封面跟东北季风 降雨区域主要在桃园以北 东半部恒春半岛 而中南部山区 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雨 接着东北季风稍稍减弱两天之后 到了下周五又有一波东北季风增强 北部跟东半部降雨又变得更加明显 尤其下周一的东北季风来袭 降雨也会更加有感 主要就是在下周二可能会比较凉一点 那下降幅度呢 周六周日相比的话 可能会有六七度以上的这个幅度 那北部东北部 时续迈入11月 天气风险公司也预估10号以后 可能会有比之前强一点的冷空气南下 但能否跨海来台仍有变数 另外气象鼠也预估下周末之后 中太平洋可能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 并有增强发展的机会 但距离台湾相当遥远 会再持续观察 这里是张元杰台北采访报道